给大家参考 我们从三十页这边来看一下 首先这种基本问答比较没卡 是你就直接问他 这个比较快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大家 这个就应该比较有经验 泡面常常吃 蛮有机会吃到的 你可以请他推荐 泡面怎么吃 我跟你讲 他很认真 老师我这些问答 我都把对话记录了一下 所以您都可以打开我的超连结 来看一下 好您看一下 好您看 我就问他 我要自己煮来吃 你看泡面煎蛋糕 泡面披萨 泡面春卷 你常常都看到泡面沙拉 泡面煎 不知道煎什么 对对对 你可以试试看看 那我们在这个 后面他都会很认真告诉你 我要怎么做 但是至于能不能做到就要靠你的 但是重点是 来你看 我们用这样把对话保留下来之后 如果你想要修改 请老师到下面这边 你看滑过去 有没有一个编辑 所以 如果老师你想要出题目 用AI的题目出给同学 我会用这样 我先给他一个基本的 好像范例一样 他就直接来修改 是不是又可以直接改了 好 那如果你想要复制 他里面的内容 千万不要这样子 这样很累 请到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复制 对对对 直接就复制起来 就不用再那么麻烦 还要在那个 好 那这个是基本问题 就像这样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往后面 像我自己写文章 因为我常写部落格文章 有时候我也会用他来帮我写大纲 跟想一下标题 像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就不用看 我们先看后面的 再来您可以做什么 格式的要求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直接问他一个问题 他就回答我 可是呢 像这个 以言老师在出屏幕的时候 你是不是常常要评很多 没有讲 直接拿 其他什么参考书的 直接拿进来 会被人家骂 这老师总的不认真 对不对 那现在你要出题 你可以请他帮你出题 比如说像我这里 我们就要求他 朱世青的背影 大家国中都学过了 对不对 好你看我请他帮我做这件事情 出五个单选题 然后每个题目要有三个选项 那他是不是就很认真的帮你出了 好 所以像这样 很单纯 那当然他给你的 题目跟那个选项正不正确 这个就要靠老师了 因为你才是专业 对吧 你的素养 要在这个时候 对对对 他只负责帮你凑出来而已 好 那甚至呢 你可以怎么样 请他帮你列出正确答案 不过我必须讲了 这个正确答案 到底正不正确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算数学 这个会差很多 所以还是要靠人的判断 老师的专业来做一个判断 好 这是一种 你可以对他要求合适 那再来呢 我们往后面看 你看 我还不只可以让他用文字的 我还请他帮我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 有没有 而且我还指定他要包括哪些栏位 所以我请他帮我规划这个3D印表机的体验课程 他就帮我真的有没有像这样规划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规划还不错 因为这个是我真实拿来上课的 我就偷懒一下 虽然都有在上了 但是我就想要请他规划一下 那因为我没有实际执行过 所以再来看这些 对这些就还算合理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还顺便请他帮我 把讨论的题目先生成一下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为什么 刚刚老师说老师还存不存在 他可以帮你生成 但是他给你的可能是60分 可能是70分 可能是80分 老师你要发挥你当老师的到90分 对功能 你可以是不是再把它做一个提升 对不对 如果他给你不及格 没关系 叫他打掉重练 不是你打掉重练 是他打掉重练 对吧 所以确实可以帮我们节省不少时间 那我们在我后面看 格式要求有很多 你看 我请他帮我规划一个暑假计划 像同学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没有含暑假作业 可是他可以自己规划 那你可以请他规划 这样子几百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老师以后如果同学用AI做 写5000字都没问题 但是 你等一下要跟他讲 老师也用AI感 不然5000字看得累 好你看 我不只要他帮我 是不是列出几个字的内容 我还请他帮我用前沿 有没有内容包括前沿 这两个段落要怎么写 还有记录 对不对 所以老师是可以对他 就是提出适度的格式的要求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 好你看 他有前沿的执行计划 但是你看就知道 这绝不会不是同学自己写 因为太过 太过专业 对 不是太过正心 有没有 现在学生怎么可能是这样 对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跟他讲 我就不喜欢看书 对不对 你可以提出来 所以同学可以这样提出 我是不是告诉他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请他帮我重新规划 AI的好处就是 他不会拒绝你 所以你就看 有没有 他就开始帮你改了 改向 对对对 你可以再像这样子再继续 那在跟他问答的过程 很有可能 他会暂时停止呼吸 所以你就请他继续 这个一定会出现 因为流量现在很大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请他继续完成下去 所以这是格式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体验一下 那接着我们往后面看 你看哦 这个是高中地理的 高中地理有那个世界洋流的分布 那当然我们正经八百的 用教科书上这种方式 可是可贵用读学比较熟悉的 这种漫画啦 或者是一些 就是电影啦 之类的情节 请他用这样来解释 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你看哦 因为当你没有特别 告诉他要怎么做的时候 他一定是用正经八百的方式 标准的方式回答你嘛 好那你看哦 你看我们上面这里 好我就请他用角色扮演 对不对 用比较活泼 然后告诉他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就会告诉你 北太平洋就像谁里面的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啦 因为他很容易就可以转换不同角色 不同的剧情 不同的情节就出来了 那当然这里面有错 怎么办 老师的专业就可以修改 那你看看这样安排好不好 不行的 再把它怎么样 再修正 所以你看哦 我就跟他讲 既然是洋流 就要牵扯到我们最近 有没有这个时事的议题 核废的 日本排放核废的问题 那跟洋流是不是有关系 因为他先从 往北极那边走 再绕回来台湾这里嘛 所以为什么说台湾这边 可能要一年之后才会受到影响 这个就跟洋流有关系嘛 所以你也可以告诉他 我要出一个情境提出 现在都流行出情境提出 对不对 给他一个情境 然后呢 再出题目 几个题目在里面 所以他就帮我出了这样的情境 有没有 那题目一 题目二 题目三 这样老师有没有感觉 以后我们出情境题 不要不用上脑筋了 因为 现在一年八课 刚刚里面有一个 对对 对对对 因为现在都要考这一种嘛 所以是考阅读 考阅读能力啊 先会阅读才有办法解题 好 那 像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什么 情境的要求 情境要求也是这样 你看 这个量子力学 讲到这种 老师 要解释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对不对 而且他又很 很有那种专有名词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 可不可以 用小学生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解 你看这个他就很厉害啊 他在回答里面 就不会看到这些专有 相对的 可是这样子还是容易怎么样 还是容易 同学睡着 因为跟他没关系嘛 所以我下面就告诉他 不然你用鬼灭之刃的角色 和剧情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这个就跟他们生活 比较相关了 所以他就说 你看他真的有看嘛 每个鬼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 对不对 然后呢 不确定性就像 鬼列队 他没有办法确定鬼的位置 和他的什么速度 对不对 那至于正不正确 老师是不是又要加上 你的专业判断 你来想说 这个符不符合吗 符不符合 就是那个原理的解释方式 不行 修改一下 可是这样就很方便了 所以以前我也买过那个科普类的漫画 像什么科学实验网啊 给小朋友看啊 他的这种原理讲的不多嘛 老实讲他的含气量是不高 但是因为他用漫画的方式 相对的 又有剧情 又比较有趣 同学接受度比较高 那AI现在就做这一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看我还请他 他真的有看有没有 看智障分数 还有颜知误 这个一讲的 同学眼睛就会比较亮一点 不然现在 对对对对 他就会说 原来我有看的也可以用这样玩 那你看 我们再看后面 牛顿的三大定律 刚刚我们是用日本的漫画 那这次我要用什么 西游记可以吧 中国的也可以啊 对不对 著名的这个小说 好我们就请他用西游记来解释这个 牛顿三大定律 这样子是不是也比较活泼一点 因为说真的啊 以前我们自己要想这个 想破头也不就想得出来 但是现在你用这种方式 你都可以试试看看 是方便很多 对不对 好所以在这个简报 刚刚这39页啦 甚至我们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如果老师要这个英文的题组 一样也可以 你就是可以 都可以把这些资料喂给他 那他就帮你生成出来 真的很方便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原来AI可以做这么多的应用 很好玩 然后你看哦 像这里 简报41页这里 有那个叫做联合国的SDGS 有没有 这个也是永续发展的这个指标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高中生也有机会用到那个戏剧表演 或者是演戏这一块 那你想看看 AI在做剧本 还很厉害啊 因为这就是角色扮演嘛 可是如果你直接叫他生成 他会很单纯的就像这样子 我有什么角色A 角色B 有没有 学生A 学生B 老师 然后什么其他 对这样看起来很无聊嘛 路人假的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就请他 那这样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学生A 学生毕业跟老师 改成灌篮高手 因为去年也有电影 刘川峰 荧幕花道跟安息教练 用刚好两个是学生 一个是老师 那用这样子 而且还怎么样 要用他们电影中的口气 那这样来改变这个脚本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活泼 所以你看下面这里 所以他就会搜寻在 网站上 你可以直接指定他 比如说你看 我就告诉他 荧幕花道常常讲 我是天才 你是不是在告诉他 你要怎么扮演 然后安息教练 刘川峰常常说 不是骂那个 那个荧幕花道 你这笨蛋吗 类似像这样 那他就可以 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剧情里面 那你整个看起来 就会比较活泼 同学会觉得 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所以现在可以发挥的东西 就会越来越多 以前这个可能要讲很久 但是现在这种东西 你就会变成说 很快很快的 就可以生成出来 那像改作文 写作文 事实上也都可以用AI 对不对 像这个 我后面这两个例子就是 大学学测的 之前不是有一个 我有一个新的冰箱 这个题目 那我就告诉他 把学测上面那个什么 评分标准给AI 然后请他评分 他里面公布的那个加作那一天 那他就帮我做了评分 现在那个什么 像那个 英才网 还有那个叫做 酷欧英格区 他们现在有导入AI 对 导入AI 对 包括念的 还有就是像平奔 这一块也都有 我记得 那个英才网 对 所以现在这一块其实是 事实上是好的 是OK的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 我就把他那个 放进来 然后他帮我评分 我给他题目 那你看 他就针对这个 这篇作文 他给出B价 那他还讲了理由 你评分的理由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我要知道 不然你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老师改一篇几十块 现在他改一篇更便宜 这样的话 廖老师 是不是学生的这个作品 要把它配到里面去 他自己贴进去就好了 对对对 不然就是 拍的嘛 对不对 那你本来就是那个文字 他怎么快速把图片变文字 快速把图片变文字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Google视围镜头 最简单的就是Google视围镜头 它的正确率也算蛮高的 对对对对对 对有一些那个辨识 对也有 但是那个效果 比较差 那个效果比较差 对对 智慧镜头 对你用智慧镜头 那个正确率蛮高的 好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是用改作文的角度去看 对不对 其实同学写作文 事实上用AI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优点 包括像他要自主学习 其实你看同学去外面补习 或者是在调室里面 都会有所谓的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可是AI 你是不是可以一直问他 比如他不懂 他就问他 反正能不会生气 对他又不会生气 对不对 你也不会不好意思问他 你多问他几次 他也都OK啊 那你看这个 如果用这个来写作文 比如说像这个是那个 国中教育会考的题目 叫做多做多的 同学如果不会写 可不可以叫AI教他 可以 我就模拟一下学生 来给老师看一下 因为我们最怕的是 同学就像刚第一天一样 直接帮我生成 我给你题目 你帮我写出来 这样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可是他如果要练习 其实用AI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引导的一个方式 好你看 来 我来这边 有没有 我就说 这个 现在下面这个题目和作文的说明 就是会考的那个说明 请他帮我记下 可是我跟你讲 AI真的会比较多废话 所以我后面有跟他讲 不要再多做说明 有没有 可是他还是会跟你讲 所以有时候要跟他特别再强调几次 不然他 不然你看 他就说OK 有没有 然后OK就好了 结果他后面又讲了这么多 好 那你看提供资讯 有没有 好 那我现在呢 请他扮演一个国文的指导老师 来教我这个学生 写这个题目的作文 好 那你看 请你指导 我怎么写这篇作文 因为我不会写 那我希望说 这个题目应该分成几个段落 每个段落怎么写 你可以告诉我吗 有没有 颠倒过来 把他当老师 我当学生 好 你看 他说 好 作为你的 我很乐意帮你 对不对 看了就心情比较好 因为他不敢问老师 问他可以 好 再来 你可以考虑分成三个段落来写 要包含什么 你看 第一段 要有引言 背景的介绍 介绍多做多的 好 第二段 有没有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和建文 第三段 个人的感受或思考 有没有 这样可以 好 那 看了这个之后 你看他 有做一些提醒 好 看了这个之后 好 那我现在来写第一段 现在换我写了 对不对 好 引言背景 这样 我想到的 就是同学 他可能想到很单纯 我想到的 就是多多多的 就是这样子 的概念 这样对吗 你可不可以帮我 写出第一段 给我参考 而且我要请他 写两个范例 给我看一下 好 我们就看 可以 有没有 你看 多多多者 做什么 范例 范例 有没有 都出来了 那我再去把这个完成 第二段 好 那我就跟他讲 第二段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 那同学的想法可能都是比较片段 或比较不完整的 没关系 你看我问他 这样适不适合 你可不会帮我修改 我这次请他帮我修改 不是给我范例的 所以他这一段 他就帮我改一看 他就帮我改成比较顺畅的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其实 透过AI的辅助 其实事实上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尤其在现在就是人力吃紧的状态之下 确实可以发挥一些 就是所谓的个别指导 你说你叫他变成一个指导老师 对 怎么把那些文字内容变成影片 变成影片就要搭配其他的服务 目前确实实是没有这个功能 因为就懒说嘛 对 弄完了 然后弄到整一个 这个 这个老师可以看 我部落格上有介绍的叫文入 它就有 类似像检验里面 有一个叫图文成片 当然类似这样的功能 现在越来越多 但是呢 像这个功能 它基本上是免费的 您可以找看看 文入 就拍到没 来自韩国的 那图片它也会自己帮 我只要把那种推进去 对对对 图片会自动帮你生成 也会帮你自动找适合的影片 对对对 这叫文入 那进入它的网站之后 等一下 它在这边 我先给老师看一下 您要的就是像这样的功能 新项目这里 有一个透过文字制作影片 所以它就是三个步骤 你选择比例 选择风格 然后告诉他你要什么内容 他就帮你生成 好你看哦 我用这个 糟糕 下一步 来你看 有没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可以选择 视讯的风格 你是要资讯传递的 儿童学习的 恐怖片也有哦 记录片 名人的 都有 那假设我们用这个儿童学习的 我们就在下一步了哦 接下来这里就是AI 你就告诉他 你要什么提 然后你的具体 对对对对 然后右手边 就会自动把你生成语音 生成图像跟视讯 如果我以刚刚那个来讲 在这边 假设我用这个 好 那 我们就简化一点了 我的就是这个 多做多得 好 我就告诉他 这里 我的主题叫多做多得 这篇文章 那你用 这样子 那你的剧本放在下面 如果你没有剧本 你就叫AI帮你写 这里反正就确实GT 所以你就按下去 他就在下面帮你写 这样了解吗 就在下面 你可以在下面再继续来来回回 等同就跟我们 这个确实GT的概念一样 那好了之后呢 你看他的右手边 他会找一个语音 虽然你生成图片 或找免费的视讯 甚至帮配乐都弄好了 当然这些进去都还可以改 那这个网站 最早就是没有版权问题 他已经公开强调 我帮你用的东西 都是可以个人跟商业使用 自然教育使用就没问题 好 你看是不是就有了 好了 那我们就让他生成了 完成 好 确定 剩下就是等待而已 所以现在做影片的形式又不一样了 好 那这个要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待会再回来看就好 其实还蛮快的 这不会太久 好 那所以老师您看到这边 这些基本 许家帮我看除搜独质 哦没有 他这里就没有那个功能 对 然后 你要自己给他文字 对对 他不会 他不会直接找那个 对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你可以丢影片给他 但是 内容 你可以自己生成 或是用AI生成之后丢给他 对对对对 他还是需要文字的部分 这样子 好 来 那 老师这样体验 基本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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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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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对对对对对哦